大家好 每天五分钟看阿比想跨境电商 今天是1月的14号 离这个春节的2月14号 还有不到一个月了 今天呢 我本来呢 应该昨天应该会去 如果你没有看我朋友圈 应该在清远去参加一群 我们叫清远盛宴 你们回头会看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其实跟我挺有渊源的 那如果说你还不知道这张照片的来龙去卖呢 我稍微大话题先跟你讲一讲 这个呢 其实是我们广州的一部分的卖家 我们广州一部分卖家组织了一个球队 这球队呢 叫1850 1850俱乐部的球队 那这球队呢 其实跟我渊源还挺深的 因为里面有很多这个卖家朋友 那跟我私底下还有很多的交流 那在大概一个星期前呢 我的另外一个搭档 就是我的Unit Duo 另外一个合伙人 那个飘哥呢 他跟我说 哎 米哥 我们要不要去搞一下这个足球队啊 广州的足球队 我说 不要啦 他问为什么 我说不要啦 我说不要啦 他问为什么 你为什么那么不喜欢跟广州的卖家一起混吗 我说 不是我不想跟广州的卖家一起混 我是很怕跟我们这一支足球队的人一起喝酒 那喝酒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这张照片了 这个讲一个题外话 就是广州其实有很多很不错的卖家 有很多很不错的服务商 但是呢 因为广州的整个交流的氛围的跟深圳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可能有点不一样 因为广州本身是一个千年商都嘛 千年商都的话呢 本身在很多时候都可能整个的作风啊 或者圈子相对比较封闭 那在前几天 我刚好呢 在这个 我跟飘哥说我不去这个庆园 因为其实我要回去看 看谁呢 看我的小侄女 我刚刚出生的双胞胎的小侄女 所以我昨天今天是回这趟老家啊 去陪一下 这个看看我我弟弟 我亲弟的小侄女 那除了这个小原因 其实很关键一点 就是啊 包括这个很早在这几天前 我跟这药包物理呢 现在做俱乐部的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创始人呢 也看到一点 就是说我们广州的跨界电商的这个 卖家的交流氛围 其实可能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东西 那他当时呢 他可能也讲了一些 希望我来去推动他的东西 我因为我实现的事情也比较多 所以我不敢答应 我也没有说拒绝 但是这整个事情呢 应该是可以一起去做很多事情的 啊 为什么会他会想来找我去做这个推动呢 其实是两个原因 一方面我本身可能 因为我长期在广州 我家在广州嘛 那我的大学 我人生最灿烂的时间 我的家 我的家人 我的亲人 我的好朋友 有很多都在广州 再一个就是我本身的另外一个 一个我们叫看世界的一个基础 我就在广州 因为包括过去那么多年 我能从出口采购工厂零售 包括我后来做了很多项目 其实都是以广州的基础的 那并不是我不喜欢别的地方 而且说广州有他自己这么千年商都所沉淀的这些东西 那他希望呢 我去可以去一起推动一些东西 那我这里呢就讲给那位基友的话 那位基友 我把我下星期的事情忙完了 我们可以坐下来一起来碰个头 看看咱们一起把这个广州的圈子做得更好 把广州的卖家们动起来 而不是在像刚刚那张照片那样子 都是一群赤裸的赤裸的大卖家们在一起 我因为这个前阵子前两天 也看到了我从去了这个深圳海英会 主修会的这个年会 为什么匆匆忙忙就跑了呢 因为那一帮也是一群酒神酒仙 我这个酒量其实不好 所以大家呢不要请约我喝酒 我酒量不好 然后呢我还是喜欢四文酒 我们还是佛系喝酒 那简单的回顾了一下这个 这个广州卖家跟在未来18年开年以后 我跟广州卖家之间的一些合作 或者说我希望我会用我的能力 我的影响力 我的思维 我的思路 甚至我的资源 和我们包括我们1850 还有我们很多其他很不错的 广州本地的组织卖家社群 包括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从那个也那个很厉害的地方出来 先开始做卖家 那他没有选择在深圳 他选择了在广州做总部 那我相信一般年的广州 会像我现在在全国跑的很多地方那样子 会爆发出新的这个能量 那新的能量呢 讲到我们下面几个关键的点了 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 新面孔 什么叫新面孔呢 大家看到刚刚那张图了吗 新面孔呢 其实就是我在11月 不应该说1月11号 在深圳的渔国王大会的时候的面季的一个感受 渔国王这场面季大会非常的成功 恭喜老王 恭喜老刘 恭喜阿花 恭喜阿妹 恭喜老刘 恭喜所有所有 包括渔国王海内海外的这些团队 你们的那个 那个意大利公司的这个 帅哥唱的Oasis 这个歌唱挺不错的 那 包括在那天呢 我其实花了两天时间在那边见不同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一般的大会 我其实说是去集体面季 那集体面季以后呢 这里边也是新面孔出来了 新面孔包括什么 包括从 华东来的一些新面孔 包括从原来卖家 网红卖家出来的公司的人 包括了一些海外的卖家 包括从英国的 美国的 印度的 大家可能如果有印象的话 还记得我当天晚上发了一张照片 是一个印度的卖家 如果说你们那天有听这个演讲的话 你会记得这印度卖家 在台上讲了很多关于这个 印度市场的这东西 那跟我合理的那一位呢 其实就是他的其中一个合文 那为什么提到这个新面孔呢 第一个我们谈来第一个新面孔 就是说 新的平台越来越多出现了 第二个是说 我们叫新的这个华东的人 开始在华南往这边走了 那为什么华东的人会不断的开始 往华南跑呢 那天有人问我 为什么说 说深圳其实某种程度上 到底是怎么形容它 在整个跨境电商的一个角色 我当时是这么形容的 我说 如果说你要去形容这个深圳 在整一个全球跨境电商的 这个角色的话 我认为这张图 这张图是非常能够代表深圳的 深圳就像二战时候的卡塔布兰卡 什么叫卡塔布兰卡 卡塔布兰卡就是一个情报 资讯交流 各种各样信息的一个中心 那我们其实现在深圳 你会发现 深圳在输出很多很不错的东西 从腾讯 我们在社交方面的东西 从我们在智能AI方面的东西 从我们的品牌 从我们的大江 我们的安可 还有我们的华为 我们的输出东西 那从某种程度上 深圳包括我们在很多中 很多卖家 他可能即使在不同的地方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他当时有团队的时候 他必然都会回到来深圳 来在寻找他的卡塔布兰卡的 那个人 找他自己想要的条线 就像虽然我家在广州 但是我经常会在深圳去跑 我们深圳也帮我手 那这个新灭孔 新的这个动能 新的以后呢 我们这个整个深圳的 这个卡塔布兰卡的角色 在18年怎么发挥起来 华东的朋友 之所以来到华南 来到华南 中国卡塔布兰卡 就是因为在17年 华东的一些 我们叫从业者 或者我的机友 或者说 国内政府也好 行业也好 其实开始发现了一些 可以移植我们华南的一些思路想法 结合华东的这个方式做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很清楚 卡拉的卖家和华东卖家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是 华东的卖家 大多富贵的是在做传统卖贸 OEM ODM OBM 甚至说这个 国内电商 现场电商 零售零售电商等等 来后来去切入做跨境电商的 那对他们来说 就像我之前在不同的场合 去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对于这些华东的品牌 贸易商来说 他们是做不做跨境电商 是必须根据他们自己的 战略品行去走的 那比如说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数字 就是这个 我们的一个 在华东的一个 叫做牙刷的这个加工厂 他一 是个宝刷 他现在只剩三分钱 但是他根本不愿意去做一些自己的品牌 那像这种呢 其实是因为他本身 ODM的 占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好像是这个品牌 背什么来着 背什么力 那像这种呢 如果他们想明白了 跨境电商对于他们自己的价值的话 他们切入来 有人有钱有经验 能够给 能够付出耐心 耐心 就是第二个人 就是新的面孔 就是网红公司 我在面上 遇到了网红公司 然后现在在 在华南的一个 我们叫品牌贸易商 一个非常资深的品牌贸易商 有很强大研发方案 解决 销售 和资金能力的 这种方式 那我跟他聊了 差不多有大半个小时 那聊的关键点呢 其实也是沿着 刚刚华东的这个事故里讲的 就是 当这个传统贸易品牌商 他决定去跨境电商的时候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说 是做自己的品牌吗 去增加一点点的小营业额吗 还是说 他是配合到自己的主页的战略 那这个是 华东来的经验孔 跟这个 华南付出来的这个卖家 网红卖家车 就只有手机的 那第三个更重要一点 就是 我们碰到了很多 这个海外来的卖家 那海外来的卖家 他们为什么会到中国来呢 那大家可能直接想到 可爱是找货 或者说找伙伴 对也不对 因为其实你看像印度也好 或者什么地方也好 他们其实相当多的产品 他们是在local生产的 因为就像那天 我跟我那个 那个那个机友在谈的时候 他告诉我 一个产品 它的平均价格 把我吓了一跳 平均价格 然后他打开 要不去的后 在那个APP 让我看看 什么产品的售价 然后也告诉我 整个成本 因为我自己 做过那个类似的产品 以前做外贸的时候 做过类似的产品 那我大概知道 这个成本怎么样子 我笑了一下 我说你怎么可能 因为别人那个成本 你怎么可能做这个 那他跟我讲了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本身在印度 从原材料到加工 到出口 都是非常强的 这个经营优力 那他们印度卖家 来中国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不仅仅说 我是不是找一个 更好 更高级的货 可能是为了交流 那这意味着 他们可能会在来找人 那找人同时 有可能是买人 有可能是卖人 有可能是买货 有可能是卖货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 这个海外卖家 在进入中国 去图更多的亮相 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前阵子 在广交会的时候 我曾经 也出过一个视频 跟大家讲过说 好像很多在 广交会的 GoGoSource的 在香港GoGoSource GoGoMarket的这些会 然后又跑到国内来 在华强北去做 去跟大家去交流 所以卖家的目的是什么 那时候的一些卖家 可能是来卖家 但是那个1月11号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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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卖家 其实有某种同事 我认为他们是来 既是卖货 又是买货 既是来卖人 也是来卖人 那至于怎么样卖货 买货 买人卖人呢 你得单独找我聊 我也不在这里说了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新军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第一个点 新面孔 全球卖家 深圳集体面积大会的歧视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新 第二个新是什么 就刚刚看到了 新趋势 新趋势 这里边呢 是我很重要一点 我跟这个好几个 做投资的基友们在聊天 大家也知道 我在找一个 我在做一些 兼职做一些FA 就是就跟大家去做一些 我也在卖人 我先帮人买人 也帮人在卖人 那这个里面 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趋势 在卖家项目这个事情上 可能会出现一个 只有在投资界 会有一个新的趋势 包括可能你们也听到 到了这个渔国网的CFO 我先提到了 就是在整一个环境电商资本 他可能现在开始又在追一个一个新的产 新的这个项目 我们不去追卖货的 我们也不去追 做货的 而是去追送水的 而且是追做生态的 所以大家会看到现在有一些服务商其实不断的 特别是他盈利模式很清晰的服务商 产品的结构很清晰的服务商 整一个业务的来龙去卖很清晰的这种服务商 我们是送水的人 他们反而现在开始都被不同的资本方所追寻的 那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整个跨境电商的生态的完善 因为有了做货的 有了卖货的 这两个都开始被资本去追捧的时候 那就开始应该是推这个送水的 去帮这个做货和卖货送水的 送工具的这么一种一几个项目 那包括据我所知 今天我碰到了几个机友 其实他们原来都已经拿了数千万的融资 但是都在悄悄的水里做事情 那我在这里讲一讲 就如果是你本身一个一些偏科技类的 偏技术类的 有比较明确清晰的这种 我们叫投资的这种思路的 我非常希望你们找我聊聊 我觉得无论是你找不找我去做FA或者怎么样 我很希望能够帮你们把你们的东西推出去 因为你们在整个的市场上面会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东西 但有点不要让我去卖你们的产品 我不要不能卖 不要弄卖那么行 要卖的卖谁的呢 卖这个 OK 卖亚马逊的 OK 我们呢 好 这个讲完了 第二个点就是在18年的整个化金电商 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趋势 就是除了抢卖货的 除了抢做货的 又开始去抢做送水的 又开始去想做生态的 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二个的话题 好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新 好 第三个什么呢 新搞头 先看这张图 看到了吗 Ebay不做电商搞物业 在福州做了一个跨境电商园 搞什么跨境电商园 平台搞跨境电商产业园 一开始的时候 当我很早前听说这个消息 应该是从 从东黄 从阿里到阿里国际站到 宿卖通到这个 去年的亚马逊到今天的这个Ebay 有个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趋势 就是平台纷纷开始在国内去布局产业园 那大家注意看 包括以Ebay的这个产业园为例 那到底Ebay这个产业园 这个Ebay分公司 它承担什么样的功能呢 如果说你大家看到这个 不论从公开信息看到的话 就看到Ebay是跟这个福州的一家公司 去合作做什么呢 做一个巨大的产业园 这产业园里面有什么呢 有Ebay的福州分公司 有物流服务中心 有支付服务中心 还有这个人才输出等等的 如果大家对国内电商 或者对在141617年 整个中国创投的 这个这个这个比较比较敏感 或者影响的话 大家应该记得一个名字 一个是被这个塞浦勒投的一家公司 在1615年的时候 已经估值100个亿 当时还有小花絮的 这个是郭台铭想投 但是后来最终在里面一脚上没有投 然后变成了这个重庆 重庆的国资国资基金寄来了 那讲到这儿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我讲的就是我们的二学兄 曾经叶苏先生创办的这个猪八戒网 为什么讲跨境电商 讲Ebay电商产业园 讲亚马逊的综合产业园 会讲到猪八戒网呢 其实我跟猪八戒网有很多渊源 不仅仅我跟二学兄之间的这种渊源 我跟他们的一些朋友有很多渊源 有空我解释跟你说 因为我曾经在这里面的事情有很多的故事 那在猪八戒拿了这个同志以后呢 猪八戒干了一些事情 就是他在全国去切入实体的产业园 这里面是为什么呢 其实整一个逻辑是很简单的 整个逻辑是无论是平台 无论是服务平台 电商平台 还是像五线京东啊 天猫啊 阿里啊 等等的 线上的流量其实是越来越昂贵 而且是这个年度是越来越差 所以无论是做电商的平台 还是说服务商的平台 都希望去建 我们说去割线下的流量 那这割线下的流量的时候 最后问题就来了 你凭什么去割这个平台的在线下的流量呢 那这个很重要一点 如果本身平台只是说借助第三方 想去切线下的流量 这个平台 我们现在大家已经开始 匹派的各种各样的会 各种各样的小会 大会大会小会大会小会 那其实到底转化多少呢 其实大家都心里很清楚 虽然有些数字上不错 但这种转化的呢 会什么样子呢 不一定是大短就想要的 那就像我这个12月在河南郑州 给这个河南郑州的这个 我们的跨界电商的支撑岛 或者是其他人去 去分享跨界电商发展 是我提到一点 就是我们产业园的一个失落 当时我记得是应该洛阳 洛阳的一个产业园的一个 两个机友两个妹子 跟他的那个从6点多钟 洛阳跑到这个开郑州 跟我聊了三个多小时 聊着洛阳整个跨界电商产业的 源的一个发展 那他们其实当时也做了物流 也做了引诺了一些其他人才 培训等等 那当时我跟他讲的 真的一个很重要的点说 线下的产业园 一定得有平台的背书 有平台的加持 有平台的这个内容 才能提供年度 那包括猪八戒网 猪八戒网从线上走到线下来 从他的八戒金融 八戒财税 八戒这个等等的东西 都是他自营的 进入这个产业后 他把他线上的一些 桌子的服务商都拒到了 这个产业园里面去 就形成了线上线下的服务商的 一个体系 那同样 今天 Ebay在福州去做的这个 这个建商产业园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 他们也在走这样的路子 那这个其实呼应了 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很重要的词 就是新趋势 在2018年除了做货的卖货的 继续会被资本的追捧以外 做送水的 还有做生态的也会被追捧 然后我们继续举这个 Ebay这个福州产业园的这个案例来看 我们会看到背后的 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集团公司 那集团公司呢 他们除了把他们的物流引进去 还把像赔块这样的支付公司给引进去了 那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 整个一个的体系开始是成型了 那Ebay在福建做了这么多事情 大家可能还记得12月的这个 六七八这几天是亚马逊的年度卖家大会 放在了厦门 那意味着亚马逊有可能在福建 也会做什么事情 那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那个话题 就是Casablanca的这个跨界电商的这个角色 可能会从深圳开始慢慢向福建 像在这个浙江江苏去转移了 那大家可能还记得我曾经有一条视频里讲到的 这个18年的跨界电商挖地 这挖地里面很重要一个点 就是线下的流量 线下的流量包括人才啊等等的 那包括可能有部分朋友看到我的朋友圈的话会知道 我在这个下个星期就从16号开始呢 我会又一轮大概七天的从广州到深圳到成都到重庆到 紧张到教会回深圳这么一个跨了这个大圈的一个旅行 旅行面积 那为什么我会去成都会去西南会去重庆呢 因为那边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挖地啊 这个挖地怎么样呢 如果你是重庆四川的啊 跨界电商从业者啊 你记得我会在那里你们加我微信 我们可以见面约谈谈 呃最后呢 想再归纳一下 这个整个的一倍想去做的这个事情 其实其实是围绕着我们今天几个心理谈谈 重要的词 其实都是实现了新的面孔 新的趋势 新的高头 其实都是围绕着啊 从线下去整形成更强的一个粘性 其实为什么会形成更粘性呢 是因为本身服务商 他需要跟进这个整个跨界电商的发展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应该记得我在前一条视频里讲到一点说 我在跟某个机友在亚马逊服务商大会的时候 我们讲到一点就是啊 他认为整个中国的跨界电商的卖家的服务商 没有跟随卖家的成长去成长 提供的一些东西 可能在他们看来 其实还是比较原始 比较单一的功能的这个服务 那我当时是这么跟他讲的 并不是说服务商不想跟他成长 而是说当卖家 他本身没成长到那个突破口的时候 服务商去提前做一些服务 有可能就是踩错垫 可能会把他自己的基本盘都搞死了 就是我们说在基本盘没扎 没扎实之前去做多元化的话 有可能会把自己搞死 那今天呢 稍微讲一讲这个几个三个星 最后 来我们看看最后一个东西 登登 新支撑 这个呢 我就简单讲一讲 讲一讲什么呢 是怎么样提高你的用户的欢悦度 我们说怎么 这个我们现在 我见了很多很多很多卖家 我都问他们一个问题 你们怎么去取业里面的买家 怎么去管理里面的卖家 怎么管理里面的用户 怎么管理里面的整个的 这个客户管理 怎么去做CIM 基本当不是为止我没有看到一个让我觉得满意的这个一个答案 不是公开的私下的成型的未成型的 那这边呢 我会写一篇文章去讲这个事情 这个文章呢 应该是在周二 周二会推送 周二会推送 然后大家可以记得看 新支撑 如何取用于用户提高复够力 我们去讲讲 怎么样去做跨境电商用户的获取啊 还有建模啊 等等等等的数据 好那今天呢 是我们这个跨境阿里秀周日版的第37期啊 希望你喜欢有什么问题 可以加我的微信就在这个上面啊 在你那个上面啊 就加我啊 找我的网 然后记得告诉我名字啊 我希望你是可以带点问题来跟我讨论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对整个啊 中国的Casablanca的其中一个一个情报院啊 那我现在叫他中国跨境电商Casablanca的其中一个情报人权 我买人又卖人又买货又卖款啊 那好 今天我们就聊聊 每天五分钟看哈利家跨境电商拜拜 你